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子心要减 自私要减 忧逸要减 爱心要沉 智力要沉 感恩要沉 贪心要除 自卑要除 厌恨要除 这是鼓励大家的 加减乘除 什么要加 心要宽大 要加 自信要加 微笑要加 对人要和气 微笑要加 执心要减 于直的心要减 自私的心要减 不要有自私的心 优异也不要有优异 爱心要沉 要多一点爱心 智力要多一点 感恩要多一点 贪心要除掉 自卑要除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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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两位仁波切讲 这个丹增加措 跟徒登西地 自卑要除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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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你既然称你是仁波切 你要致力你自己的生活 该读书的时候要读书 该睡觉的时候要睡觉 该起床就要起床 过有规律的生活 该修法就要修法 读书 修法 睡觉 起床 都要在同一个时间 都要在同一个时间 你要玩耍也可以 但是你规定你自己玩耍的时间 你要去玩都可以 但是你要规定你自己的时间 一天可以玩多久 你要有致力 你要知道什么叫做 这个少林寺有所谓的借力宴吗 少林寺寺有借力宴 雷藏寺也有自己的借力 不能说我是仁波切 我是自由的 我已经二十岁 你是十八岁嘛 十八岁已经是大人了 我要干什么就干什么 我想睡就睡 不想睡就不睡 或者我想要出去玩就出去玩 玩一整天就玩一整天 不行的 不可以的 要读书 要修行 几点睡觉 几点起床 几点做什么事情 要有规律 这个智力要成啊 很重要 两个仁波切 台湾的 图灯西地也是一样 读书就读书 修行就修行 玩就玩 该睡就睡 不乖睡的时候不能睡 要自己规定自己的生活 这样子才会增长 你才会增长 不然你就下堆 叫你仁波切 我告诉你 称你仁波切 就是把你推下海 你自己要游泳到彼岸 上师法师也是一样 自立要颜 自己自立自己 晚上不睡觉 玩手机 玩一整夜 白天才打瞌睡 都不可以的 所以自立要成 这里还要 你是仁波切 自立要颜 以前达赖喇嘛不是 说我是达赖喇嘛 我告诉你 那些轻教师在叫达赖喇嘛的时候 也拿藤条打的 你要写经 教你你要乖乖的做好 就算达赖喇嘛也要坐在椅子上 乖乖的读书 你不读经 马上用达的 达赖喇嘛也是 你要知道 你不要以为达赖喇嘛好当 他要写很多经典 要写很多东西的 班禅也是一样 那些仁波切也是一样 你要当事的事主 将来当雷藏事的方丈 全部要读经 要读书 学问要好 他们在藏人都学英文的 你自己要学会几种语言 你要学会 师尊是中文 你要学会中文 你也要学会英文 你要学会越南文 Because you are men and people 你还要学会越南文 还要学会英文 还要学会中文 能够的话 也要学会藏文 这些都要学的 仁波切不是白当的 不是吃饭的 所以两个仁波切 都要注意了 大家都在用眼睛看 你没有成就的话 照样的 敢出本宗 宗派不留你的 你没有成就的话 敢出本宗 你去外面当 到社会上去当仁波切 今天就讲到这里吧 我们来读书 Eğer你一定的 一个 自然 比拔 请 вол